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以前寫過一篇文章 第一個吃蟹的人很勇敢 不知道他怕蟹咬 但是蟹當然好吃 你知道誰是第一個人吃蟹的嗎? 這要這麼說 我覺得你問誰是第一個人吃蟹本身 都有點怪怪的 因為現在我們發覺 不只是人吃蟹 我們現在這一節要講的東西 我們找到原始人都吃蟹 就是說一個跟人類不同的物種 都是近似人類的這些直立人 都有找到吃蟹的遺跡 所以這個問題很奇妙 不要說第一個吃蟹的形容 我覺得第一個能夠掌握怎樣吃蟹的物種 本身都有上一半的事 這個真的很新的 也有主流的報紙 大家看到後面是紐約時報報道 就是說 現在看到在葡萄牙的山洞裏面 就有燒烤蟹的遺跡 這個燒烤蟹也很厲害 這個其實有兩個疑問 第一個就是 他們原來是粵居人來的 是不是? 叫做尼安德塔人 本身就是有一種粵居人的意思 就是他在尼安德塔這個地方 找到一些山洞裏面 有一些這樣的人 骨在那裡 就考證到是一些原始人 而這個物種原來一直不只是在德國尼安德塔這個地方 而是散步在整個歐洲 甚至乎去到歐亞大陸都有 可能去到西法尼亞都有 都不奇怪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累積對於尼安德塔人 那個散落 生活習慣的知識 譬如說我們一直在增長的就是 他們會吃那些什麼東西 但是可不可以在牙上找到一些成份等等 做一個基因的分析 如果你說在那個西班牙、葡萄牙 甚至是那個植布羅臺的地方 就在講的是這個尼安德塔人 曾經活躍過的地方有很豐富的法治在這裡 不只是在德國 在整個西歐、南歐那裡 都找到很多尼安德塔人的遺跡 如果你說葡萄牙沿海就非常之豐富 就是不要只是來尼安德塔人 就凡是古人類曾經在那裡活動 我吃過海鮮的遺跡是找到很多的 就是我自己很悔恨就是瘟疫的關係 所以我去不到葡萄牙旅行 就是三年前取消了那個行程 一直都沒有機會去回 其中葡萄牙和植布羅臺這些地方有一個很值得看 就是很多這樣的原始人類考古的位置 尤其是在葡萄牙的沿海岸裡面 尤其是在葡萄牙的沿海岸裡面 你去到法國有些很危惡的 很聰立著的一些這樣的峭壁 那些峭壁裡面可能有很多的洞在那裡 有些可能你讓人可以爬進去的那些 如果以前的發現 我們發覺原來就是基本上那裡的古代人類 不是說利安德塔人 是有先前考究過現代智人在那裡活動的時候 是吃什麼呢? 吃貝殼類的東西 而且吃那樣東西我們今天在香港吃就很珍貴的 那樣東西叫做葵爪鵝頸騰湖 就在葡萄牙岸很多的 而在香港這個華南沿岸、南中海沿岸也有很多的 所以在香港有得吃 你去葡萄牙也有得吃的 就是那些叫做鵝頸騰湖這些東西 其實甚至乎你說香港的那個考古為止 就是今天講的哈羅公學以前的那個考古為止 是找到古代曾經在幾千年前 在香港居住過的那些原始部落是吃屍堪的 他們的遣殼、屍堪殼一堆存在那裡 是找到出來的 然後就是如果 當然啦,越遠的歷史就越有價值了 那你在那裡找到一些尼安德塔人的遺跡 也都在那裡找到他們吃過的東西 生過火的證據 那結果更能夠反映到 當時那些原始人類的那個活動的遺跡 其實這個禮拜都要發現 關於尼安德塔人的飲食習慣 除了它是會吃燒烤蟹之外 還在講它會怎樣打裂這個大龍象 那我們這裡都去可能逐個晚上講 但是海產那個,即是吃蟹那個 就多些故事講 那就是因為我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考證方法 那我怎麼知道它吃過蟹呢? 首先你有些蟹殼在那裡先 而且那個蟹殼能夠保存到 然後呢,這裡就要問大家 各位,即是你們如果懂得吃蟹 要吃開蟹的時候呢 我想你們會很清楚 如果那隻蟹是硬 給一條魚去咬爆了一個殼的話 即是有時候那些蟹仔 給一條很厲害的魚一下咬爆了一個殼 跟你真是一個人去吃大閘蟹 去吃花蟹去慢慢撕一隻蟹 最後那個蟹的碎片 那個形態是不同的 即是你很簡單講 你懂得吃蟹的人 跟不懂吃蟹的人 摸出來的蟹殼那些款都不同的 是不是? 其實我們就由那個蟹殼 那些碎片的形狀那裡 他知道這件事其實就是 特意給別人撩過他的肉來吃的 特意去破開他的殼來吃裡面的肉 所以按照這隻蟹的死法 跟尼安德塔人有關 跟他在附近找到遺骨 跟尼安德塔人遺跡有關 另外還有什麼呢? 就是你能不能夠找到這個蟹 曾經是有燒烤過的證據 那這件事很簡單 你用今天的這個蟹 你把它燒一燒 然後分析一下它的成分 黏了多少碳 但是怎樣變質化呢? 然後你又很遺跡到 如果你看到那些 你可以很清楚知道 那些蟹殼是曾經經歷過 300度至400度攝氏度的處理 就是燒過的意思 所以由這裏去綜合了 就是我們很有趣 看到這個重組 我們要做回尼安德塔人煮蟹的過程 就知道他們有吃蟹 不單止會吃貝殼的東西 還會吃蟹 那你說吃貝殼的東西 相對要求的技術簡單些 你挖到、撿到 將它放在那個器皿裡煮 是不是? 或者甚至乎就這樣撞開它 吃刺身這樣 這樣我們會相對比較容易 但是吃竹蟹、拆蟹、煮蟹這些 相信都要求的技藝是高些的 我們很清楚 德塔人是會打獵的 是會對付那些猛獸的 但是現在我們也豐富了知道 其實他們基本上的飲食習慣 跟我們現代智人又多樣的相似 他們起碼會吃蟹 所以就會說不只是人是吃蟹 但是那個最大的疑問 是因為我們看古籍 是中國古籍 以前原始人是如無飲血的 就是換言之 就算我們所謂的智人 現代智人 都曾經經歷過一個 不懂得用火的時間 如果德塔人懂得用火 去燒烤吃東西呢 這個智慧不簡單 是啊 你也看到他們懂得生火煮食 就是說那個魚毛飲血時代 究竟你有多全面地魚毛飲血 還是已經全部都很懂得去煮過的呢 我想他們有個經驗在這裏 我想起碼在那個時代的原始人 他們很懂得分哪些東西最好 你煮過才好吃 有哪些東西相對比較容易吃壞人 我想他們是有個概念在這裏 不要小看這件事 不是的 吃了蟹生吃過蟹那個人 吃完馬上就死了 你想想那些 那些生業蟹那些 你打算抓牠回來養幾天 怎知道蟹還沒死才臭 已經會開始沒死 可能已經吃壞人不奇的 蟹不要死了才吃 蟹死了吃是有毒的 甚至乎還沒死 你看到他妹妹已經很問了 就算那隻蟹 你都知道了 你挑蟹 你起碼用手指挖去 當然沒有被夾到 看牠的眼睛有沒有反應 先不要起降 如果你只放在牠的眼睛 不給反應 那隻蟹都沒有撿回來 其實那個腐敗的過程 在牠還沒死的時候已經開始出現 蟹最麻煩的這件事 所以就是 為什麼牠不是燒別的東西 其實牠的配殼都懂得有個器命 將牠煮熱來吃 這件牠們是懂得的 所以有一定的烹調技藝在那裡 但是甚至乎 如果講現代智人 我們甚至乎考證到 如果講尼安德塔人 懂得就這樣燒烤的東西來吃 到後來這些現代智人 我們就發現到牠們懂得調味 就懂得加不同的香料下去 令那鍋的東西好吃些 這件事就給我們想像中 就是沒有文明之前 一些很基本的去滿足飲食需求的東西 可以看到古代原始人 都有一定的嘴角的程度在那裡 我想我們很懂得飲食吃過我們 我們吃得太多這些加工的食物 牠們也是非常新鮮的 剛剛打裂回來就馬上吃了牠 從何時開始懂得去封乾加鹽液制 甚至乎在北的地方怎樣去冷藏 這是另一回事 好,接著說吃大笨醬 這個要講講一件日事 幾年前有位朋友帶我去泰北那邊 去了一個馬來西亞共產黨 他們就是投降了或者和解了那兩條村 友誼村和和平村 有一位女士就是馬來西亞共產黨 他說當時他打進森林之後 就是不敢出來 他吃過大份醬 我當時聽過 咦?吃大份醬 大份醬有哪一部分可以吃的呢? 可能那個醬被吃大份醬 應該是一個真修來的 但是吃大份醬 這個我就覺得匪夷所思 尼康德太陽是不是也吃過大份醬 但是當時的大份醬 跟我們今天的大份醬 有沒有分別呢? 這樣說吧 你說如果今天的人 和當時的人都基因上有些分別 大份醬有分別有什麼不出奇呢? 但是他都擁有一個大份醬的形態 現在這裡講的這一種 我們看到就是考證得到 說12萬5千年前 就是說德塔文還是存在於世上的時代 在北歐的地方 找到這個醬被打獄的證據 這裡很有趣 說的是北歐 大家聽到北極材無將這個概念 其實醬這件事 如果說在比較舊的遠的時候 是說在一個比較高的位置 溫大的地方都有 現在我們說有醬的地方 基本上只能夠討論在熱帶的地方 是說在東南亞國家 但是原來其實醬的分布 在近這麼多年 很受影響 也就是市場無將 基本上我們很清楚 是真的被人打獠到冒 打獠到絕種 就是一塊會含走得慢的這麼大塊的肉 只要你肯努力圍牠 就可以努力地分到大塊肉來吃 我不知道那些肉是怎樣的 但是我想一個這麼強這樣 應該都未必特別好吃 大家可能都會聽過 就是有一些物種 可能它本身還是特別辣的 就是你要辟味的 就未必特別好吃的 就是你的豬你不醃 都特別難吃的 你不會真的吃老虎的 就是會有一種很特別 可能不是這麼吸引的味道都不奇怪 但是它會說原始人的level 你要生存你就要吃了 那這裡就純粹應該找到 他們又考證得到 就是那種打獠象的習慣 原來不只是說現代智人 是說是尼安德塔人都已經有 就是現代智人那些獵祥無將 簡直是拿了祥無將的骨 來成為建築建構的一部分 那這個我們後來可以考證得到 就是很有趣 也都大約是那時候 無論是祥無將也好 尼安德塔人也好 在幾萬年前都住了床 那我們可不可以解釋一件事 就是我們吃什麼東西 會令到我們聰明一些 所以可能吃大家不同的物種 吃了不同的東西 我們變得聰明一些 這個比較蠢一點呢? 其實就有人就說 其實就應該是那個優勢 是來自你懂得去用火燒烤的東西 你懂得把它打獠來吃都不奇怪 而是你懂得去怎樣適當地去處理 令它更加容易吸收 那是一個重要的過程 那剛才吃蟹也是的 有人就說 人類現代智人之所以 有獨特的腦部發育優勢 就是因為他懂得去生火煮食 但是呢 就是剛才我講漏了一點 原來尼安德塔人都有這個優勢 但是最後尼安德塔人是絕種的 所以在這裏呢 令到我們去解釋尼安德塔人絕種 有多一個線索在這裏 就是起碼多一個限制在這裏 生火去煮這些大品醬肉來吃 又有什麼不奇怪呢 他連蟹都能吃 是不是 那生火這件事 對他們來說就不是什麼特別了 所以在這裏呢 我們短短在這個禮拜 就知道了尼安德塔人 那種這樣的飲食習慣 和我們想像中還要是少的 那我覺得這個是最 這個禮拜來說 我們獲得對尼安德塔人最大的信 就是資訊 但是anyway呢 我們如果想健康一些 或者那個體型會大一些 其實我們應該吸收多一些蛋白質的 不要吃那麼多糖 不要吃那麼多鹽 所以我懷疑其實古代人 特別是原廁人 那個食物的素材 是比我們健康很多的 不是應該說的 有得吃的時候可以吃得很健康的 沒有得吃的時候就飲得好一點 OK好了我們直到結束 那我們跟著回來 就是這個科學記錄 梁錦祥工作室 在這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的年代 我們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 堅拒自我審查 因為我們相信內容有價 而你們的支持就至關重要 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 守護自由言論 而我們在YouTube頻道上的每一支節目 都要麻煩大家記得 按讚、分享、留言和按鐘仔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謝謝大家 鼓勵